9旅車 小轎車 載滿遊客 甚至還有機車小心翼翼通過 滿是泥泥的道路 就怕一旁土石再度鬆落 這裡是通往 宜蘭太平山的主要道路 連續攤方兩天的危險山路 經過挖土機冒險加緊作業 全力搶通 開放單線雙向通車 太平山上234名遊客 受困兩天後 總算可以回家 另一頭中橫的追路隧道前 一輛又一輛砂石車 再走滿車的土石 兩台大怪手仍然努力挖著 希望趕快搶通 因為這裡是天翔風景區的 對外主要道路 初步解除天翔西保地區 孤島狀況 恢復糧食孕婦 只是落實不斷 風景區內的酒店員工 幫忙搶通道路 卻因此受傷了 在景潮陪同下 走了4分鐘80公尺的 攤方路段 才能搭上救護車前往醫院 行行歐路大學技術來做講求 目前非常的進度 還算順利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多土石 不斷崩落 專家表示 因為先前下雪 氣溫回升後 泥土中的冰雪融化成水 導致土石間出現空隙 地層結構也會較為鬆動 容易發生崩塌 目前工程人員仍舊冒著 山區會不定時崩落的危險 努力搶通各個攤方點 若在春節假期前 無法及時搶通 恐怕會影響當地的觀光產業 記者林醫生 吳采薰 宜蘭花蓮 綜合報導